各位同學大家好 在今天的這段影片呢 我們要開始講課本的第十四章 也就是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in other coordinate systems 那我們之前講的都是在 rectangular coordinate 裡面去天為分方程 那我們在這一章 其實這一章算是蠻簡短的比較快 那我們會分別介紹在 polar coordinate 還有 cylindrical coordinate 最後是 spherical coordinate 裡面 那我們去解一些之前看過的微分方程 基本上也就是 heat equation, wave equation 還有 lavasi equation 那因為我猜這個 其實它的用的方法跟我們之前講的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 simulation of variables 然後我們就是要用那個 我們還是要用那個 internet series 然後去 也就是說用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然後去把我們的解 給兜出來 然後去滿足我們的初始條件 那只不過就是說在這些其他的坐標系裡面呢 我們在把那個解展開的時候 我們去把初始條件給展開的時候 那尤其是在那個比較後面的 cylindrical coordinate 那還有同樣的在那個 forward coordinate 然後都會碰到一些特殊的函數 所以就是會用到我們之前 在上學期的工作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並不是傳統的 Fourier series 那我們也許會用到一些 所謂的 Fourier basal series 來做展開 所以是比較不一樣 那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的地方 那不過它的概念都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我們換了坐標系而已 那我們就先來講 14 之一 那我們來考慮的就是 polar coordinate 那我們在這裡只會舉一個例子啦 我們就是來解這個 lavasi equation 所以 14 之一就是來考慮 polar coordinate 那首先呢如果我們要來做這個 lavasi equation 的話 那我們就是要想辦法把那個 lavasi equation 用 polar coordinate 表示出來 那記得就是說其實這個過程我相信大家之前在電磁學 搞不好苦物都算過了吧 那其實我們用的就是那個 chain rule 那所以如果我們在用 chain rule 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課本照的那個過程 所以我們就不要花時間去算那個 那也就是說我們把 polar coordinate 畫出來的話 它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本來如果是 rectangular coordinate 的話 我們用的是 x 跟 y 那在 polar coordinate 的話 我們用的是 r 跟 theta 那因此呢如果是這個點的話 在 rectangular coordinate 我們叫 xy 那在 polar coordinate 的話 我們就叫 r 跟 theta 所以同樣的都是兩個位置 就是兩個變數 就是兩個變數 那一個是 xr 那在 polar coordinate 的話 我們用的是 r 跟 theta 那 所以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把那個 xy 跟 r 跟 theta 持上關係的話 那這個應該大家也知道 就是 x 會等於 r 和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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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平方 加 y 平方 tangent of β 會是 y 度 x 所以這個都沒什麼 那就是說那我們要想辦法把原來的 在 rectangular coordinate 裡面的 2-dimensional apportion 我們想要把它改成 在 polar coordinate 裡面 我發現我剛剛麥克風 好像都蓋著 對 重來好了 我剛剛聽了一下好像聲音還可以啦 所以我前面講的東西應該大家還是聽得到了 就不用重來了 那就是說如果我們是那個 2-dimensional apportion 那是這樣子 也不用等於0啦 不一定等於0 那就是說我們想要把這個換成那個 polar coordinate 那在這裡的話我們真的就沒有要 真的去 推倒了啦 那我們用的其實就只是 chain rule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 partial u partial x 寫成 所以我們用的是這樣子的關係啦 然後同樣的就是說 partial u 這個課本裡都有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一步一步的去 照著那個步驟做 那所以這次就是說 一階偏微分可以這樣寫 那當然二階偏微分 我們可以把這個再去微分 然後我們最後就可以把這個 用那個 r跟θ去表示出來 那這個也是可以把 u對 y的偏微分呢 用u對r跟u對θ的偏微分去寫出來 那過程我們就忽略了 那最後就是說我們得到的這個 2-dimensional apportion 在 polar coordinate 裡面看起來是這樣子 那我相信這個各位在電磁學裡都看過啦 我記得電磁學的課本 呃好像不知道在封面還封底 還有特別寫 你的這個laplacian 在different coordinate systems裡面 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那 所以就是說好了 我們現在如果有了在 polar coordinate 裡面的laplacian 以後呢 我們其實就是要直接舉一個例題 那在例題裡面呢 我們就是直接來解在 polar coordinate 裡面的laplacian 那我們處理的問題呢 那我們處理的問題呢 是heal equation 也就是 我們要求的呢 是steady state 也就是steady state temperature 在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写出了Heat Equation 其实它就是 其实它是这样 前面有一个K嘛 这是Heat Equation 可是我们之前就有解过了 就是说如果U对T不变的话 其实解的就是SteadyState 所以我们想知道的是说 假设我们有一个圆盘 然后呢 我们想要知道说这个圆盘 我们给它一个初始的边界条件 也就是说在圆盘的周围 这有一个圆形的 Circular Plate 然后呢 它的半径叫做C 画得不太圆不好意思 然后呢 假设我们一开始的Boundary Condition 是这样 就是在这个边界上 U等于F 所以θ是这个角度嘛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给你这个圆盘 这个周围上 每一个点的温度分布 每一个点的温度啦 也就是F 所以就是一开始 这每个点 你都知道它是什么温度 然后我们想要求它 SteadyState 的时候 也就是Steady Temperature 会是怎么样 就是说最后 那整个 假设我们都固定这里的温度 永远是F of Theta 那最后这每个位置的温度 盘子里面每个位置的温度 所以我们要解的是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翻成 那这样这个Boundary Value Problem呢 它对应 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 Subject to U C θ 等于F 所以U Cθ的意思就是 C是那个 Fate的半径嘛 所以U Cθ 指的就是在这上面 圆周上的每一个点的温度分布 会有F of Theta这个函数来描述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要用的方法也是 Separation of Variables 可是呢你发现说 蛤?我们用Separation of Variables 可是这是一个 Non-Homogeneous Boundary Condition 其实它没有办法 其实我们在之前解 那种Boundary Value Problem的时候 在Rectangular Coordinate里面 大家应该就有发现说 如果是Non-Homogeneous Fundary Condition的话 其实它没有办法给你什么资讯 尤其是我们在用Separation of Variables的时候 那还好呢 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说 因为这个温度应该要是连去的 在圆盘上的温度 应该要是连去的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我们解出来的这个 U R R Theta 在 就是说你的Theta如果多了2π 也就是转了一圈 回来以后 那你把Theta加2π 带回去 同样的这个 U of R Theta里面 得到的值应该要跟 U of R Theta一样 也就是说 比如说在这里 是U of R Theta 那我把Theta加了2π以后 那个函数带 带进去以后 其实就是又回到原来的点 它的温度应该要一样 所以我们得到多了这个 这个多的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告诉我们说呢 我们的U of R Theta 它一定要是 随着 Deta要是Periodic 然后它的周期呢 就是它的 就是它的 With Period 2π 也就是说我们解出来的这个 U of R Theta 函数 它一定是要一个 一定是Theta的周期函数 然后呢 它的周期是2π 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来找一个 Cone Separation Variable 来找一个 Product Solution 的话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写成U 等于 R R 乘上 Theta 那从上面的这个条件呢 我们就知道说 它这一部分 就是 Theta Oh Theta 它 需要 2π periodic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问题的设定 虽然它的边界条件是 No homo genius 没有办法给我们 可是其实因为这种 这种问题的话因为它温度必须要是连续的 你不能说 温度 在这里的温度是多少 结果你把Theta让它进去走了一圈回来以后 温度跟 原来的温度不一样 不合 那个 跟物理的原理都不合嘛 那因此呢 就是说那我们在找一个product solution的话 那本来是写成这样 那用以前的方法的话 这个non homo genius 没有办法给我们什么 可是呢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 更深一步的了解 知道说写出来的 它应该要是 对 Theta是 2π periodic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那我们把它分成R跟Theta的部分的话 那这个 Theta 它一定 要是 2π periodic 那所以我们 做了这个假设以后 就说我们假设有product solution的话 那一样 partial u partial r 就会等于 R' 乘上Theta 然后 U对R的二阶偏微分 就会是R' θ U对θ的二阶偏微分 就会是R R' θ' double prime 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这三个 带到这里 把它换掉 所以我们的 那个原来的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用R跟θ两个 函数去表示的话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剩下的其实就跟以前一样嘛 所以剩下的其实就跟以前一样嘛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原来的一个OD 的PD拆成两个OD 然后它们两个之间就是靠一个separation constant 去把它分开 所以我们把R的部分收集起来 然后把θ的部分收集起来 得到这样 然后我们就令它的separation constant 是lambda 因此我们就得到两个微分方程 这两个OD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可以解这个 然后呢因为我们又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θθ 它必须要是2πperiodic 所以 就先来解这个问题 好吧 最后就剩下这两个 所以呢 我们先来解 一步我们先来解 data double prime 加lambda 乘抗θ 要等于0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θ 它要是2πperiodic 那因此呢 就是说同样的在lambda等于0 然后lambda小于0 跟lambda大于0的时候 分别先解这个微分方程 所以我们早就知道说 θθθ 所以是c1加c2 然后θθ 它会是c1 hyperbolic cos alpha 加c2 hyperbolic sin 这里的话是lambda等于0 所以是lambda 就是lambda等于4α平方小于0 然后这里的话 就是c1 lambda c2 sine of alpha,data λλ 0 0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中間這個 中間這個的話,hyperbolic cos 跟hyperbolic sin 我們都知道它的形狀 一個是這樣,一個是這樣 所以呢,hyperbolic cos 跟hyperbolic sin 它們都不會是 它們是non-periodic 除非 unless c1 equals c2 也就是如果它整個都是0的話 那你也可以說它是periodic into pi 所以這個不可能,因為沒有辦法滿足這個條件 那因此呢 我們來看看就是說,如果在λ等於0的時候 然後 那為了要讓它是2pi periodic 為了要讓這個解出來的c1加c2 θ要是2pi periodic 所以我就知道說,那我的θ θ 就等於c1就好了 c1不等於 常數嘛,如果是一個常數的話 那θ 如果是一個常數的話 那它也是2pi periodic 而且它又可以滿足這個條件 那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λ等於m平方 也就是這個條件的話 那 θ θ θ 等於c1cos nθ 加c2 sin nθ n等於1 2 這樣下去的話 那我們就發現說 如果,也就是說這個α 它等於n 然後n是整數 1,2,3的時候 那你看cos 基本上就是cos θ 然後sinθ 或者是cos θ sin2θ 這些東西呢,這些函數 它都會是2pi 也就是它的周期正好會是2pi 那你就是要注意一下 假設我們這個問題裡面這邊 不是2pi的話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這裡的 eigenvalue 會不太一樣 可是我們在這裡的話 就是說 我們解出來的這些函數 我們要求它要是2pi periodic 所以為了要讓它是2pi periodic 那我們就可以把 eigenvalue找出來 也就是這個λ 對應是n平方 然後n是123的時候 那我們就解出來 θθ是c1 乘上cosnθ 加c2乘上snθ 所以這樣子呢 我們就等於解出 解了這一部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把λ放到這裡來 所以 我們把上面這個擦掉 所以呢,假設我們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直接 反正總許的λ就是0 還有1的平方 2的平方 3的平方 因此我們可以說 當λn等於n平方 n等於0 1 2 所以0的話 對應的就是這個 那1 2 3 我把對應就是下面這個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λ 帶到這裡 所以就是 r平方 r double prime 加r r prime 加m平方r 結果呢 我們發現說 啊,這個是我們上學期 解過的 Cauchy Oiler Cauchy Oiler 會 所以我們之前有講過啊 其實這種OD 如果前面的 coefficient 不是 constant 不太好解 像我們這個是 variable coefficient 可是呢 像這個 Cauchy Oiler 正好是我們可以解的 然後我們也知道說 它解出來的結果會是這樣 就是 如果我們的 n等於0的時候 r 會是 c3 加 c4 好 那這回去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們的 YouTube裡面有影片 那課本往前翻一下 看一下你後面的 你的index 往前找都可以找到 這個怎麼解 然後 r 它會等於 c3 乘下 r 加 c4 r -n 所以在 n等於0 或者是n等於123的時候 它解出來 不太一樣 那這一個呢 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 c4 一定要等於0 為什麼呢 這樣子一來 U is bound at the centre of the clake 也就是說呢 因為你看 如果這個解 這個c4不等於0的話 在r等於0的時候 然後0的-n次方 會變成無窮檔 如果這個解 如果 如果 c4不等於0的時候 然後在 centre of the plate 也就是在 r等於0的時候 這一項會變無窮大 那也就是說 它的溫度就沒有bunded 就是說 你看這個問題 我們在外面給它一個固定 給它一個溫度分佈 結果我們從物理上知道說 不可能它中間的溫度突然變成無窮大 所以呢 為了要讓它的溫度在那個 盤子的中間是bunded 所以我們知道說 c4要等於0 所以這一項不見 那因此呢 我們知道說 也就是說 那同樣的這一項也是 所以這個 這個也不見 因為 就是 log of 0沒有意思嘛 所以就是說 欸 我們為了要讓 溫度 在中間是bunded 所以這一項也不見 那因此呢 我們最後的 product solution 也就是r of r乘上θ of θ 我們就會得到兩組 一個是在n等於0的時候 然後另外的就是n等於123的時候 那在n等於0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乘上這個 所以就兩個常數的解相乘 所以它會是a0 n等於0 然後還有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r的n次方 然後乘上這個 乘上 an cos n θ 下 b n sin n θ 1 1 所以就是說 我們有這麼多的解 那最後呢 我們知道說 它的 我們可以用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把這些解 統統加起來 它還會是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r data 就會是 就這些加起來 所以 a0還是一個 然後加上其他的 r的n四方 an cos n θ 加 b n sin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只剩下 要滿足這個 fundry conditions 所以呢 我們就把 r用c 代進去 所以我們知道 f of θ 會等於 a0 加 所以 r用c c的n次方 a n cos cos 所以我們發現說 其實我們算到最後 我們是要把 f of θ 用 forier series 去表示出來 而其中 我們早就知道說 a0 它會是我們 forier series 裡面的 2分之 a0 然後呢 cn 乘上 an 就是這兩項 乘在一起 就是我們cos of n θ 像的 coefficient 所以我們知道 它會是 an cn 乘上 bn 會是我們 fohier coefficient裡面的bn 那因子呢 我們就知道說 a0 它會等於 2pi分之1 f of θ 所以在這裡 我們解這個問題的時候 還沒有特殊的函數出現 所以在這裡 就是 forier series 那 事情也沒有很複雜 事情也沒有很複雜 然後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說 an是什麼 an就是 1分之1乘上 f θ乘上 cos m θ 然後從0g到π 然後我們再把 cn c的n 次方 除過來 然後 bn的話 一樣 所以這邊我覺得 就兩個重點而已 一個當然是說 我們要會 所以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 laplacian 在 那個 我們這邊 circular 那個叫 polar coordinate 裡面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 laplacian 是長什麼樣的 然後接下來當然就是 我們用的也是 situation of variables 在這邊的重點 就是說 我們從這個問題 去判斷出了 我們的 u 它是要 2pi periodic in theta 所以從這一點的話呢 我們做 separation variables 的時候 因為我們把它改成 r 乘上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說 theta or theta 它也要 2pi periodic 所以我們是利用這個條件去把那個theta or theta 接出來 那剩下的就真的就沒什麼了 我們就 又回到原來的 Forear Series 然後 就去對邊界條件 所以剩下的這個 都是我們已經知道 那在這邊 我們多知道的 其實就兩件事 一個就是在 polar coordinate 裡面 的 那個 deflation 那另外一個就是 2pi periodic 連接條件 那 所以以上的話就是我們 對 14.1的 簡短的介紹 那我們這段影片 就到這邊 那前面好像有一部分 麥克風好像沒有 有一點遮住了 不過我想聲音應該還可以 那我再調整一下 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那今天這段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我們會不會吧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請問一下 我們會不會 還有一部分 就不會 說到這裡 可以 說到這裡 找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